中国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斯特林发动机 它对中国未来常规潜艇的发展会提供什么样的助力呢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据环球时报报道 该款斯特林发动机由中国传播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711所负责研发 这也是我国首台大口径斯特林发动机的原型机 最近这个原型机不但研制成功 而且进行了相应的性能测试 整个试验过程比较顺利 可以说圆满成功 有报道称 这款斯特林发动机的原型机额定功率为320千瓦 功率的转换效率为40% 是目前世界上功率最大的斯特林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的功率相当于日本最先进的昌龙级常规动力潜艇上使用的4台斯特林发动机 也就是说我们一台顶它4台 这个优势可就是相当的大了 那么什么是斯特林发动机呢 斯特林发动机的气体 我们知道发动机离开空气是没法运转的 我们知道大部分的航空发动机 船用发动机 车用发动机 他们都离不开空气 没有了空气 那么这些发动机就不能够正常运转 包括某些发电机也是这样 但是斯特林发动机它的气体永远不会脱离发动机 也就是说它不依靠外界的空气也能够正常的运转 这种发动机呢被反复的加热和冷却 所以它永远不会以爆炸性的排气的方式将空气排出 因为这种再生式的发动机可以将气缸内的气体 往复循环的加热冷却 让它们在动力系统内部循环往复的工作 所以它比普通的内燃机的效率要高出不少 斯特林发动机的结构严密而简单 可以快速启动 采用模块化的配置具有明显的优势 而且它往往采用的是纳冷快速反应锥的方式 为斯特林发动机进行相应的冷热交换 而这样的一个反应锥不必担心纳水的反应 十分的安全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那就是这样的动力系统它产生的噪声比较低 你像一般的活态式发动机 往复运动过程中需要夹压 喷油 点火 燃烧 搞得不好还会发生爆燃 总体工作状态不是那么稳定 同时呢还会产生较大的噪音 而斯特林发动机 虽然它内部的气体也是一会儿变热一会儿变冷 但是噪音相对来讲小得多 因此它的各个部件产生的噪声比较低 理论上讲可以把其产生的噪声和震动呢 降到极低的水平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力系统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常规动力潜艇的标配 用它们来取代过去的柴电动力装置 因为以前的常规动力潜艇呢 往往都是用柴油机发电 然后用电池输出的能量带动软线桨运转 从而推动潜艇前进 那么这样的装置呢 在水下潜航的时间比较短 过一段时间就要浮到水面上 通过柴油机的工作 持续的给电池充电 而充电的过程又比较长 因此很容易暴露其所在 而采用了柯林斯这种崛气式的动力装置 常规动力潜艇在水下的潜航距离就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潜航的时间呢 也可以大幅度的改善 这对于未来的潜水区域的潜艇站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我们中国现在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崛气推进装置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在常规动力潜艇上 我们配备这样的动力装置 就可以大大的减小他们在潜艇上所占的空间 用较小的一个装置就足以为潜艇提供动力 那么腾出来的空间呢 它可以装别的东西 比如说装更多的电池 更多的设备等等 另外呢 由于它的噪声比较小 因此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它的隐蔽性 像日本的昌龙级潜艇 里面配了四台四次林发动机 那么我们可能用两台 但是我们用一台就可以取代了 当然一台这样的发动机你可能觉得不安全 不保险 那么我们装两台稍小一点的 不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那么如果我们用这种世界上最大的测次林发动机 配戴常规潜艇上 一次装两台 就可以研发出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 那么它的大小吨位甚至有可能超过某些国家搞的核动力潜艇 那么这个意义就相当大了 无论是用于常规的水下作战 还是用于布雷反潜反陆上目标 意义都非常重大 比如说它一次就可以携带数十枚巡航导弹 那么就堪比许多的核动力潜艇 当然搞得好 它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弹道导弹 对远距离的敌方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可以说这款世界上最大的四次林发动机的研发成功 将为我们国家未来常规动力潜艇的发展奠定相应的基础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